前兩天我們討論比較多的是孩童 在確診之後 康復之後出現了miss C的狀況 後來又回到了醫院去 不過我們今天呢要討論的 不限定只是小孩 因為現在其實有很多的康復者 都出現了長新冠的狀況 所以又回到醫院去就醫 所以呢 針對這些問題 我們今天特別為您邀請到 星光醫院的胸腔內科主任林佳摩 想要請教主任 主任先跟觀眾朋友問個好 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主任我們想要直接跟您請教 在臨床上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些確診之後的康復者 他現在的狀況都是長新冠嗎 不見得 因為如果說今天 以WHO的話 長新冠的那個就是定義來講的話 必須要持續兩個月以上 然後沒有其他的疾病可以解釋 可是如果說從我們這波疫情來講的話 可能來講的話就是 要到下個月的話 才會比較確定說是長新冠這樣子 是那我們剛剛討論到這個長新冠好像比較常出現的症狀 就是咳嗽 那這個咳嗽是不是有個聲音是我們可以從這個聲音來做判別的呢 很多病人其實來講的話 因為就是其實在這一塊來講 要特別去注意就是因為臺灣是一個過敏很耗發的地方 所以來講的話就是臺灣大概來講過敏人大概從五分之一 就五分之一這幾年甚至於有到三分之一的狀況 所以有些人來講如果說他有合併 新冠 感染新冠肺炎的感染之後 有時候有一些病人來講他會合併氣喘 還有過敏性氣喘的發作 所以有些病人來講的話 可能如果本來就有過敏體質的話 那可能來講還是要去檢驗說他的一些 四川性白血球的值有沒有上升 如果有的話 有些病人其實他有合併氣喘的發作 好是主任那除了咳嗽之外 其實身邊有一些民眾說他們在去檢之後走路都會喘 那怕是運動員呢 也有一樣的狀況發生 那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有些病人來講的話 因為病毒感染之後他會 誘發那個過度反應性氣管 就是有些病人他的氣管 的確是會變得非常的敏感 然後就是會變得容易咳嗽啊容易喘 這些病人來講的話 就是可能還是要去評估說他肺部有沒有問題 就是可能還是要照X光啊 甚至有些病人來講 需要去照到 電腦斷層去看說他的肺部整個狀況有沒有 有沒有問題啊 安排肺功能檢查 看肺功能有沒有影響這樣子 所以在這塊來講的話 可能還是要整個去評估 不過 以到目前為止來講的話 就是以這一波的 Omicron跟之前 就是去年的那個 Alpha的時候來講 去年的Alpha很多都造成纖維化 到Omicron來講 我到目前為止的一些案例來講 我還沒有發現說有非纖維化的情形 是了解 謝謝主任 那剛剛 恩主任的這個聊天過程當中可以理解到 假設說如果你真的還是出現了疫後 有一些狀況一直遲遲沒有好 當然最好的方式還是先就醫請醫師幫你檢查 所以我們今天因為事件關係 我們特別謝謝主任 加入到我們今天戰役新時代的 新聞的時段當中 非常謝謝主任